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集的馬圈花生 這條影片最主要想跟大家說說 接下來星期日第一次上陣的新十磅仔王智雲 我叫他今早馬會舉辦記者會 拉上師傅、方家柏和旗校校長一起出來見記者 我這位十磅仔的看法有少少如見跟大家分享 還有 再提醒大家 當遇到建築生投了幾次出來跑的時候 或者是跑的初期 作為減少十磅的時候 請記住 我們買一買 要點買 一會 其實都是基本知識 但要提醒大家 免得忘記了 不過 開始講十磅仔之前 其實有少少東西想補充黃昏馬 我想大家都看了新聞 大致上就是 六月、七月所有的日馬 跑日頭的全部都是轉黃昏馬 開跑時間是四點 而如果跑十場 尾場是八點十 十一場就是九點半 即是殺科那天 如武以外都是十一場的 就是跑到九點半 但一定是四點鐘開始 OK 還是有一句 留了提醒大家 麻煩 如果你喜歡我的分析 喜歡我拍馬圈花生 不要忘記 按讚 點讚我的影片 訂閱我的頻道 黃昏馬少要補充 之前的版本說是跑星期六 但現在不是的 主要是日馬就跑 星期六日也是 其實應該的 難道星期六沒有星期日那麼熱嗎 所以星期日不跑嗎 沒有的 你是日馬就應該跑 對馬 對人也是好事 只不過馬會這件事是一位神功 二位弟子 一就是為那群人的健康 那群馬的健康 二就是為回合採詞 希望吸引多些歐洲人投注 這件事怎會是好過 我覺得是會比你亂來的第一口三寶 第二口三寶 遲些可能不知道會不會有第一口三寶 諸如此 這些是怎樣都好過谷那群採詞 因為谷那群採詞是要在現有的人 再賺錢 賺的錢有限的 但你去吸引更加多人投注 說的是 你去找額外托展其他客員 那你自然對投注額的幫助是大很多 是不是 因為如果1點開跑 人們還未睡醒 即是歐洲那邊 但是4點開跑 或者9點半才完場 9點才完場 喂 他們正在吃午餐去賭 那便可以賺錢賭 所以我覺得這個對投注額 會有起碼明顯的幫助 好 不過我一定要給一個credit 給甚麼人呢 你們 或者我們這群賭仔 或者看馬的朋友 說真的 跑完馬我們可以走的 是不是 真的要吃飯 或者我們中途吃飯也可以 但是 你想一下 馬房那群手足 他們不用拘捕馬回來 不用拘捕他們 善後工作 很多的手足 工作人員 或者報紙那批 他們第二天還要排位 馬房第二天還要做最後試跑 因為那天排位招是很忙的 他們會否因為這個安排 會多一個人工加 不會的 但他們會辛苦了 對嗎 那些時間會逼得很緊 因為星期日跑完 星期一 又排位 排星期三 馬房 全部要做功夫 星期日早上 特別多最後試跑 等於是你將他一個星期 變成兩次的情況 一次星期三 跑完星期四排位 一次星期日 跑完星期一排位 都是辛苦的 那一定要給他們 credit 還有那些傳媒都是辛苦的 好 接著 第二件事我想說的 就是王志雲 今早有見過記者 都說了少許的 有用的我就抽出來給大家看 首先原來本來是台拳道的高手 他是香港青年組別的冠軍 還有之後是拿到世界賽的資格 入了16強的 這些都不是開玩笑的 方家柏都說怕被他打死 這不是開玩笑的 很厲害 後來又進去馬會 做這個 建習騎士 原來原來在澳洲 他不是打算做建習騎士 是拆騎員的身份 做工作簽證 他實習 後來才做建習騎士 然後去到21年 21年 年初才開始跑 跑了88場頭馬 10%勝出 然後又回來了 換言之他原本不是 建習騎士 是做拆騎員 後來又轉了 甚麼原因 不知道是不夠人 還是他騎得好了 諸如此類 我想起初也未必是 建習騎士 騎校那邊的那杯柴 因為他比較高 你看到 1.7的 1.7的 所以你看到他的榜 1.13 最低1.13 其實他的情況 很像周俊樂 他只可以做1.13 即使他減10磅 他也是米賊 他也是偏高的 但是 你要去到周俊樂的級數 或者是這樣的潛質 他的路是相對容易走的 所以其實周俊樂是很厲害的 他摺少了很多碼 你想一下 他最低1.13 減10磅 即是要加10磅 我當他超過2磅 其實就是換言之 你1.21磅 留下的碼 接不到 即是做不到那些超 100磅 其實是很虧張的 你只可以接一些重磅 但是周俊樂是能夠克服 現在看王志雲是否能夠克服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 某程度上是少了很多輕磅馬跑 而輕磅馬的確不是下風的 來到季尾 越輕 可能更好 至於 有人問他 即是記者問他 你第一次跑是跑方家柏馬房 頭場深馬賽的泰爾韻 他說泰爾韻是一隻容易操控的馬 是的 神操控不是有脾氣的馬 跑直路完全沒有問題 剛剛贏了 王志雲說如果遇到問題 他會問方家柏和何宅堯 相信兩個人都會幫到他 首先 這隻泰爾韻是王志雲全日11場馬 只有1隻馬跑唯一的助騎 要搞清楚 不是說其他馬房不讓馬去跑 或者不是方家柏 不讓馬去跑 要搞清楚這件事 而馬會在公佈 王志雲跟那個師傅的時間 是太遲了 跟他星期日跑相距的時間太近了 很逼啊 你想想很簡單 5月1號星期一是報名的 報名是報來星期日那些馬 即是後日那些馬 他5月2號即是星期二 報完我報名表之後 才公佈我王志雲是跟方家柏的 喂 那就出事吧 正常報名表之前一定會找人 所有馬房都會找人 或者再早1、2個星期都會找人 全部訂了騎司 那全部訂了騎司 還哪有馬房會 喂 找王志雲跑馬 其實方家柏呢 這隻馬太容易賺了 一早訂購我 只不過方家柏打給何柏說 喂 可不可以幫一下師弟 他沒有馬跑 這次 因為他太遲才知道是跟他 方家柏也很遲才知道 打給何柏問 可不可以讓這隻馬給師弟 王志雲 何柏是爽快答應的 是一口答應的 所以你見到何柏有沒有馬跑 沒有馬跑 就是因為這隻馬讓了給王志雲跑 還要是很遲階段才讓給他 如果不是方家柏呢 這次是跟何柏 肯打給何柏 而何柏要肯配合 王志雲這隻馬好不好 這個就是我 我覺得很奇怪的 你馬會 如果你早訂了5月7日 是王志雲出賽的第一次 喂 你不要讓別人這麼尷尬 你便預充時間早點公佈 這個人是跟誰的 讓他早點跟師傅磨合 或者早點操馬 或者等馬防 早點知道 他便可以找王志雲 或者找他的師傅 得到批准了 那便找他跑 喂 不是的 當然我尷尬 我覺得有點噁心 之後他不愁沒有馬跑 有些10磅根本是很著數的事 也不用說什麼騎工 你跟10磅仔說騎工 真的很浪費氣 為什麼他要減10磅 就是因為他的騎工 或者他的拆騎經驗也不足夠 就要減10磅 你對建材生 不需要有什麼騎工的要求 你懂得跑前置馬 你有10磅減 你安分守己 不受不賭業 真是很老實 對不對 或者不要說不賭業 你減10磅贏20場很簡單 過往誰做不到 那些新仔 當然是近這幾年 近這十幾年 所以我們作為投注者 你開頭 我想由現在到季尾 買王志雲的馬 一直都是前置才想 或者好檔才想 前置好檔 隨便舉給一個條件 你不會期望 他騎一隻外擋馬 要後上 和他放得很漂亮 左穿右插 直路 你不會期望這些 我不是說他不行 但他一天還不行 我都當他不行 就免得自己中招 等到有一天 原來他跑這隻馬 後上也可以 那就開始 放鬆一點 放寬一點 那些要求 如果收到好位 好檔的後上 就有想想 就是這樣 10磅 我們要小心點 買的時候 這是很基本的事情 我記得周俊駱 去到泥地贏公正福像後上 那次 那次我真的拍爛手掌 那次之後 我對周俊駱的後上 都開始放心 話說回頭 方家拍 很老實 王志雲真的撿了一枝好錢 你起碼看到第一 方家拍 過往的徒弟 譬如湯智傑 何宅耀 或者陳家熙 起碼 在整個拆騎生涯 到現在為止 就算是湯智傑 到後方家拍 也有剩下一隻半隻 給他跑 還有他們的師徒關係 都很好 你看看何宅耀和方家拍 像師徒 和陳家熙 我想說 師傅和徒弟 起碼關係好 我覺得 方仔應該都很友善 對 其他人 還有另外一件事 但 他跟徒弟的關係 這件事 已經很好 不知道 你看看 毛衍東 沈澤成 第二件事 方家拍 肯去幫你爭取坐騎 讓你第一天 不用坐冷板 那麼噁心 還有 他給這隻直路賽的馬力跑 直路賽的馬力跑 只要坐穩 出好一閘 基本的推騎 可能已經可以了 對吧 真的 免得轉不轉彎 比這隻 都性格較為乖 年輕的馬力跑 又減了10磅 雙得益張 幫隻馬背輕一點 都幫得盡 儘管看你 跑第一次 可不可以 騎出信心 不是說一定要贏 這樣才行 起碼前列過終點 沒有什麼大犯錯 找了手錦 第一次跑 找了手錦 專心跑這一隻 先適應環境 之後 慢慢會陸續有泥 我覺得 方家拍 都算是這樣的 設定好球 給你打 看看你 如何打這場球 好 這段影片 來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看 明天會有心事的影片 因為 星期日很大機會下雨 我會預備 遊水馬給大家 OK 就這樣